第1阶段的慈敏援助金 今天开始发放 全国一共有820万名符合资格的受惠者 是的 那今年呢 每户家庭的受惠数额呢 将从最高的300令吉 调高到500令吉 涨幅是达到了66% 首先呢 董事理安华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 物价上涨深深困扰着大部分的人民 政府希望通过增加援助金的数额 能够帮助减轻国人的负担 他希望国人能够善用这笔援助金 他也承诺昌明政府将致力 让人民过着有尊严的生活 在昌明经济框架下 促进社会公平及公正 这笔援助金将按照各自资格的类别 分阶段存入受惠者的银行户头 或者是透过国民储蓄银行 以现金的方式来支付 平均洗半分岁的地形 海岸的体责 而且给族的泥作 通过国民储蓄银行 平均雨 只能等于 不 realiz至乌户